台北市在推動智慧建築的時候 當時它的戰略就是由內而外有工的資格 政府可以直接反控的東西開始出發 所以當時有五個重點 一個是智慧工仔 因為我們大概也隨時都維持在一萬多的工仔開工 我們希望工仔在蓋的時候 它就把智慧電錶、智慧水錶、智慧瓦斯錶、智慧電網、智慧保全 這些一系列都放進去 希望透過這種我們在智慧建築的推動過程當中 它可以形成一個產業 再推到台北市的其他的建築物局 一個是智慧交通 因為交通這個耗子都是市政府在管的 所以都是 我說由內、外有工的資格的精神就是我們自己能夠做到的先處理 包括停車場、交通耗子在處理 另外也是智慧醫療 因為事實上我們市立聯合醫院加起來是3500床 需要量相當大 單一醫院來計算的話 包括事實上我們市立聯合醫院,包括前面的就我們 幾人叫衛生局,現在要進到服務中間 那還有包括這個 社會局的一些活動 福利以外 所以它是可以串起來的 所以當然智慧醫療是我們的重要 再來就是智慧教育 所以我們大概花了兩年的時間 花了16年以來 我們現在完成校園的基礎建設 包括這個全部236個學校的校園光間網路 然後每個教室要有這個FreeWiFi 再加上 三個Internet的Port 再加上我們大概有4000個教室有85吋大螢幕 所以我們大概在於整個教育 當然會發動這個智慧教育 一個很大的概念就是 網路人群的概念 因為從1994年 新波W出現以後 沒有辦法使用網路人 他很明顯在整個發展 會受到限制 本來教育是窮人官身的最後一個機會 可是那些沒有辦法使用網路的人 他在整個學習過程當中 會處於絕對不利的局面 事實上我們大概也發現 在台北市大概是有15%的人口 他是沒有辦法去使用網路 他都沒有手機到時候使用網路 他也沒有買吃到打火 我們也沒有辦法再解決所有社會的問題 不過最起碼我們在台北市可以控制的國小國中高中範圍內 讓每一個學生都有辦法使用網路 所以是為什麼後來我們開始在發展 庫克雲 新的天台 那後來 那帶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在智慧金融職務 就優卡優惡這個系統 所以當時就選了 建築 醫療 交通 還有一個學校 再就是我們的智慧金融職務 那麼 當時在選說 我們在北京的這個計劃 事實上等於是兩個合作 一個是智慧教育 另外一個是智慧集中制度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要讓所有整個在學校的繳會 跟不現金教育 那所以今年在繳會開始推動這種新生綁定 那後來我發現 這個 我們大概總平均已經超過五成 但是後來 後來那個 智慧生綁定 是小學大於國中再也高中 這奇怪後來知道為什麼 家長的年齡 因為小學生的家長比較年輕 所以這個第一化 顯然跟年齡有關 那我們當時來特別進華國小特別去頒獎 因為進華國小全校私生綁定親子帳戶的字 97% 97%幾乎就是全部人 所以我們在 我們當時在選說 那我們應該選什麼樣的學校來推 當然別體是 因為學生本來素質就最優秀了 所以 我們現在的計劃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有 他們有些成果展現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校園繳會系統 就是從 繳班會 繳教室的 冷氣的電費 反正所有繳會 不現金教育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當時我們要想說 我們要讓學生很樂於參加的系統 一定要 要做一個他喜歡的東西 所以當時 聽說是有時候有在做民意調查 就是說 如果在北米要推動這種依化什麼 你們第一個想解決的是什麼 就是說進來就是 點餐系統 大家每天去排隊 所以常常是這樣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裡面 你如果叫我們坐在市政府的辦公室 在想說 北米要發展依化 第一個要做什麼 我一定不會講到點餐系統 只有實際上每天在這裡上學 在這裡上學 他每天要去 政府要去 買午餐的時候要排隊 他就覺得那個是 對他講最重要 常常是這樣 政府不是生產他能夠生產的東西 政府要生產 市民需要的東西 所以既然那個北米的學生說 點餐系統是DEO 是他們覺得最強情形 那當然就是DEO 所以今天也示範了這個點餐系統 剛才這個校長偷偷跟我講說 使用這個點餐系統以後 那個 生意增加了兩倍 很簡單 因為以前他要去排隊 他排了半天 排30中才能夠吃完 他當然就不來了 他會自己想辦法 他現在可以在手機上面點餐 然後去點東西 放電 放電帶就直接贏了 所以整個 校售量的提高 但是其實更重要是什麼 如果我們的學生每天要浪費 都吃到30中去買午餐 現在變成5中 其實這就是國家競爭力的提升 因為他有更多的時間去做他其他事 他不用浪費時間在排隊 另外我們另外一個是保健室 我們要處理 保健室其實簡單講就是一個小的門診 所以其實應該把整個台北市所有學校的保健室 他的 等於那個電子經濟系統把它做起來 這次在做 那其實最重要叫做親資深平台 所以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在 我們目前做到現在 在北嶺已經有初步承托 如果要開始 在進一步進化應該是這樣 學生要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就是說你每天在這裡上學 你覺得哪個地方可以依化的 把對出來 我們在教育局 那個資訊科 你知道我們也有一個資訊 這個也整個叫親資深平台 學生有需要 那我就有一個親資平台 按照他的需要去設計這個 設計這個流程他學軟體 當然是 所以應該是先決定他的需要 然後設計流程 就來學軟體 就來檢查說 要跑這個軟體 我們目前的硬體夠不夠 所以應該把這個給你變成我們整個 台灣 第一步是做我們台北市所有 學校的這種 一花的一個 零花的地方 所以應該是 學生要成立專案小組 那教育局要配合 要成立一個親資深的平台的專案小組 這個錢就從 府內來處理 那我們在北嶺做成功以後 就開始被推廣到其他學校去 所以是這樣 學校是改變一個社會文化 對東亞的基地 那我們 那我也要感謝我們北嶺 去承擔這個 改變整個台灣社會文化的 領頭羊當中的領頭羊 所以要改變北嶺 然後改變台北市的高中心 改變台北市的高中心 再擴散到其他小學 國中下去 最後我們可以再擴散到校園去 改變整個國家 台灣要成為一個 現代化的國家 一定要一花 那我們一花的起點 就拜託北嶺在承擔那個最頂頭羊的那個位置 那所有的預算什麼 我們另外再想辦法 不過是這樣 最重要還是要有學生 能夠去發想 他的流程要怎麼是最有效的 反正講 一花最難的是花流程 設計流程 要最難 流程設計出來後 剩下寫軟體 那個就是電腦公司的事 寫軟體寫硬體 買硬體 那個是我們後面的數 所以要從邊 從邊我們還是希望說給你能夠 校長再想想看 如果成立一個 當然是這樣 學生當然是學校的主題 不過還是有老師 我們還是有行政領域 所以應該是 學校有一個一花的專案教學 那我們衛生舉會 再配合 我們去成立一個親自這平台的專案教學 就專門在寫軟體 還有丟化這個流程方面 好 那我們就 今天我是來檢查到底做到哪裡 難道我再決定我跟你們要比多少預算 希望你們的成功 改變成台灣的起點 好,謝謝大家